- 祝你愛的美愛 - 拍可以 - 阿們神接下來宣告 這身是神的話語 - 他說我誰我救誰 - 他說我擁有我就擁有 - 他說我可以我就可以 - 現在我臨受神的話語 - 神的話更新我的思想 - 更新更新 - 更新旁邊的call call call - 神的話進我心裡 - 我的生命將更加豐盛 - 阿們 - 阿們 - 來宣告我上次法載來說 - 高速 誠信 分享 服務 - 自信 尊榮 感恩 宣告 - 等候 回家無刀殺來說 - 我要活出聖結 - 我要透過生命改變傳福音 - 我要做正確的事 - 就算受苦 唯有忍耐 - 我要彼此相愛 - 我要愛福到的人 - 我要在今生得百倍 - 在將來得永遠榮耀 - 阿們 - 坐下來之前跟你朋友講說 - 天父對你的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天父對你的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阿們 - 坐下來的時候告訴你 - 是的 - 天父對我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天父對我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天父對我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今天晚上要來跟大家來談談戀愛 - 阿OK - 因為 - 所以你們就只是想談戀愛而已 - 阿OK - 阿OK - 阿OK - 如果我想說今天我們要來認識耶穌 - 阿OK - 阿OK - 嘿 - 那我們再來聊這些 - 因為下個禮拜是 - 下個禮拜四是這個 - 所謂2月14號情人節嘛 - 那我想說 - 如果下個禮拜才談的話 - 我怕很多人上了賊船 - 就是沒有想清楚 - 那這個 - 後面要處理比較麻煩 - OK - 我們就先來聊一聊 - 那在聊之前 - 要先跟大家講一些好消息 - 在我們的這個 - 我們只是在這個過年前的一個開會 - 我們決議了 - 我們在今年要開始往 - 要開始開展三個新的 - 關於教育方面的事情 - OK - 第一個我們的在這個 - 原來的啦 - 這個5K國際新教育 - 我們要開始做到國中 - OK - 我們至少做到國中一年級 - 那我們要開展三個新的 - 第一個是我們要開展親子園 - 三歲到五歲當中的 - OK 或者兩歲到五歲當中的 - 親子園 - 什麼叫親子園呢 - 就是爸爸或者媽媽可以帶著孩子 - 然後一起給小朋友有一些 - 是一起來上課的 - 一起來學習的 - 就是有一些全職的媽媽 - 全職的爸爸或全職的媽媽 - 當你在想孩子要怎麼教育 - 因為你可能本身不是教育專長 - 孩子你真的不太了解要怎麼樣子來 - 那我們要跟你一起來幫助你的孩子 - 有一個健康的課程 - 健康的環境 - 學習環境來怎麼來成長 - 那我們的大嫂會成我們的園長 - OK - 以後看到我們的大嫂就可以叫她園長 - 這樣子 - 燕直到她生了三個孩子 - 不是問了這個時候嗎 - OK - 帶出三個這麼棒的一個孩子 - OK - 好 - 那除了親子園 - 相對的有一些父母雙心要工作的 - 那孩子真的需要擺在所謂的這個幼兒園 - 那我們也要在今年開始來開展這一塊 - 也就同樣的二到五或三到五歲當中的這個幼兒園 - 就是以前所謂的幼稚園這樣子的 - 那我們這兩方面我們要努力來做 - OK -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要開展5K大學 - OK - 欸你們這個有差別呢 - 下一代就這樣 - 喔 - 喔 - 欸你以後用得到的好不好 - 那我們的5K大學當然 - 所謂的5K大學我們在談的不是說18歲到22歲 - 大學是一直學下去的 - OK 是終身學習的 - 所以不管你年紀多少 - 我們的5K大學都會這麼持續的延伸 - 然後關於這方面我們是做了一個方向 - 細節我們慢慢聊好不好 - 對 那我們說了 - 我們踏進去教育 - 我們就是要做一條龍 - OK 我們不是希望我們的孩子來這一段時間 - 然後可以以後怎麼樣子來轉到外面的 - 要轉到外面沒有問題 - 但是我們這裡要做整個一條龍的 - 教育延伸到職場是連結在一起的 - 不是學的是一套 - 然後工作又是另外一套 - OK - 那我們有很多的企業家 - 很多的這些老闆們 - OK 我鼓勵你 - 在我們中間是企業家是老闆的 - 我們有這個責任 - 研制到天賦給我們現在的這些資源 - 不就是為了造就下一代嗎 - 這個禮拜 - 我也在過年嘛 - OK 我也在 - 也沒什麼事做 - 做更多的一些思考 - 這樣子來想 - 我就想到 - 我們是 - 我們是很認真的在開展各樣的 - 想要進到各種的事業體裡面 - 而現在同時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 我們正要踏進去 - 對 - 那我鼓勵在我們中間的這些老闆們 - OK - 和我一起 - 我們一起 - 為著下一代給他們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 OK - 目標 - 我們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 這個世界為的是賺錢 - 我們要把神的國帶下來 - 一定會賺錢 - 賺錢 - 錢只是後來天賦會加天的 - 當我們善於管理 - 天賦就一定會加天 - 明白嗎 - 所以我鼓勵在我們中間 - 已經是老闆的 - 已經是個企業家的 - 讓我們開始來思考 - 你從你的那個角度 - 我們從不同的位置 - 我們一起來思考 - 如何創造一個對下一代好的工作環境 - 怎麼樣能夠讓他們不會汗流滿面才得虎口 - OK - 因為汗流滿面才得虎口 - 那個是犯罪之後的一個結果 - 那不是上帝的心意 - 明白嗎 - 雖然我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 礦也是必要的 - 這些過程是必要的 - 但我們不能只是提供這樣子的工作 - 我們也需要 - 如果我們要與神同行的話 - OK 如果我們要與神同行的話 - 我們一起來為著下一代 - 給他們更好的一些空間 - 更好的成長的環境 -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這些幼兒園 - 這個親子園這些的 - 那我們中間有些年長的講說 - 摩昂哥啊 - 這什麼時候才老人院啊 - 放心 - 上帝祝福你給你健康身體 - 等到我們的開展 - OK - 好 - 不要走 - 奉言神會告訴你 - 不要走 - 留在這裡 - 看著神的榮耀 - OK - 我們一起來 - OK - 那在我們中間 - 你現在還不是企業家 - 你現在只是個职員的 - 讓我來告訴你 - 不要只是等著 - 希望哪一個老闆 - 希望某個這個能夠選到我 - 一起往下一代來做 - 因為天父會把好東西給予 - 你用什麼良其良給人 - 就不用什麼良其良給你 - 你願意跟天父一起來 - 把工作交給 - 交給人 - 交給天父的孩子 - 那天父就會把這交給你 - OK - 所以我鼓勵在我們中間的 - 不要有人在想的 - 就是所謂在這裡 - 所謂吃閒飯 - 在聖經裡面有談到這個 - 不要只是吃閒飯 - 等在那裡 - 蹲在那裡 - 以為這就是 - No - 我們的5K - 我們現在是跑最後一棒 - 為什麼前幾代 - 有時候復興 - OK - 幾百年來 - 千年來 - 有時候復興起來 - 又掉下去了 - 因為就是那一批 - 就是那一批 - 為著下一代來著想 - 而他們的第二代 - 他們的第三代 - 又忘記了 - 他們的第二代 - 第三代 - 又想著自己 - 所以那個復興 - 又掉下去了 - 這個東西在舊約時代 - 就出現過了 - 所謂的這個 - 迦南地 - 他們進到了迦南地 - 真是流乃 - 流乃余蜜之地 - 能夠進去是因為 - 迦勒跟約束亚的信心 - 而他們帶著 - 兩百多萬人 - 都進去那裡面 - 然后呢 - 下一代也很爽 - 然后下下下 - 圣经裡面記載說 - 而接下來 - 他們忘記了 - 他們忘記了 - 他們祖宗的神 - 所以他們在想的就是自己 - 5K來跟我講是 - Kingdom - 我們已經是最後一棒了 - OK - 不要再這樣起來 - 又掉下去 - 起來就給它一直起來 - 每一個人都動起來 - 我敢跟你保證 - 絕對有你的產業 - 特別趁著現在 - 還沒有太多基督徒相信 - 已經預備給我們產業的時候 - 趁著還沒有太多基督徒相信 - 千父已經預備給我們產業的時候 - 我們不是要占別人便宜 - OK 我講這完全不是要占別人便宜 - 而是大家都在等著看 - 而你在這裡 - 你已經看到這些東西了 - 我鼓勵你不要白白的在那裡看 - 把這個Kindom Mindset - 國度的思想擺在你裡面 - 你現在就要思考著 - 我要如何的 - 所以當你是一個職員 - 你一定要一直在思考著 - 我要如何幫助老闆成功 - 你在這個公司 - 你就要在小市商中心 - 而幫助老闆成功的其中一件事情 - 就是讓整個團隊 - 你這種 - 你那個階層的 - 你那個團隊 - 你那個部門的 - 能夠有和諧好的關係 - 明白嗎 - 因為對老闆最頭痛的 - 其中一件事情 - 就是這員工不知道在這個搞什麼 - 沒有一個有帶腦子的 - 這是很多的老闆在思考的東西 - 為什麼沒有一個員工比較積極的 - 你要成為這樣子的角色 - 你要成為這樣的角色 - 而不是一直在抱怨講說 - 我這個工作不好啊 - 怎樣怎樣 - 上帝要把我換個工作吧 - 你是領袖有沒有 - 你是領袖 - 你是領袖 - 你是世上的光 - 來告訴自己我是領袖 - 我是世上的光 - 我是世上的光 - 所以我先鼓勵大家 - 我們5K整個 - 包含上個禮拜我們在談 - 關於對面的這個新的場地的 - 有好消息了 - 對 - 我們最想要的那5700坪的 - 有好消息了 - 我們先談到這裡 - OK - 那我們要繼續往前走 - OK - 搞一個1萬到1萬2千人的會堂 - 跟他媽媽講說 - 靠明順 - 靠明順 - 當然到最後 - 可能又超過那麼大 - 那很抱歉了 - 到時候OK - 對 每次 - 反正我們現在知道了多少 - 我們就喊到多少 - 感謝到多少 - 宣告到多少 - 而天父總共都將 - 將那超乎我們所求所想的 - 加給我們 - Amen - OK - 為著下一代來思考 - 為著比你小5歲 - 10歲的來思考 - 為著他們的未來 - 為著天父對他們的計畫 - 你站在那個中間的那個管道 - 成為中間的管道 - 這就是基督徒 - 這就是教會 - 有沒有嗎 - OK - 彼此相愛 - 很真實的落實在生活當中 - 今天我們也邀請到了我們的帥爸爸 - 來跟我們大家來分享一下 - 這個 - OK 帥蒙恩哥可以結合在一起 - OK - 戀愛怎麼談 - 怎麼又拍手了 - 又拍手了 - 你們實在的 - 我要告訴蒙恩哥 - OK - OK 好 來 - 來 我們先談一個這個 - 一些 - 原則 - 在5K - 5K 來跟我講一次 - 夫妻坐一起 - 夫妻坐一起 - 情侶分開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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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你是情侶的現在不要坐立不安 - 好不好 - 你可能坐在一起 - 不知者無罪 - 沒有 這不是犯罪了 - OK - 那我鼓勵大家 - 在我們的5K - 你參加聚會的時候 - 夫妻坐在一起 - OK - 那情侶分開坐 - 對你們是好的 - 你說蒙恩哥為什麼拆開我們 -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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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要讓你們關係更好 - OK - 分開坐 - 彼此 - 彼此都能夠各自的 - 跟耶穌有好的關係 - 那你就會更慶神 - 喔不 - 我要幫助我的女朋友 - 我要幫助我的男朋友 - 你會發現 - 越來越重 越來越累了 - OK - 好 - 那我們看幾個經節來成為 - 今天我要用一些經節幫助大家 - 都是從這個正言裡面來幫助大家了解 - 關於交往談戀愛的一些很重要的關鍵 - OK - 正言書第14章第一節 - 我們一起來讀 - 請 - 智慧富人建立家世 - 餘望富人親手拆毀 - 那這裡也是我寫《親愛的公主》那一本暢銷書 - 最核心的一個經節- OK - 會寫給《親愛的公主》 - 因為最有智慧的所羅門講到了 - 一個家庭的幸福- OK - 一個家庭的兴旺- 跟一個家庭的毀壞 - 關鍵是在誰- OK - 就是女人 就是太太 - 所以親愛的公主 - 但我在講親愛的公主 - 不是說你結婚就不是公主 - 就是女王還是什麼女- OK - 天父的公主 - 明白嗎 - 你是來 - 跟旁邊的女 - 如果旁邊有女孩子 - 你跟她講說你是天父的公主 - 你是天父的公主 - 她80歲了也是天父的公主 - 也不要把她加上老 - 好不好 - OK - 親愛的公主們來告訴你說 - 我是天父的公主 - 你知道天父創造女人 - 沒有女人就不是個家 - 上帝開始創造了亞當 - OK - 不夠好 - 所以上帝創造了女人 - 成為一個家 - 乃光講是family - 所以你知道女人你是很重要的 - 一個家能夠被建立起來 - 或者是建立不起來 - 關鍵在於誰 - 女人 - 你說為什麼都是我 - 這是很重要的位置 - OK - 那裡是很棒的 - 當你好好的 - 當你好好的把家建立起來 - 來來來來,我先補充一下 - 不要以為說 - 好,那我就全職當媽媽 - 我這裡跟全職沒有關係的 - 好不好 - 一個家庭 - 一個家庭的興旺 - OK - 關鍵在於女人的智慧 - 所以整個聽完 - 再慢慢來思考 - OK - 所以關鍵在於女人 - 當然在我們中間的男孩子 - 你也不要睡覺 - 好不好 - OK - 因為你的女人 - 也需要你來幫助她 - 因為她比你軟弱 - OK,你要來幫助她 - 要不是提醒她說 - 誒,這是你的job啊 - 這是你的job啊 -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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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 智慧 - 一個女人的智慧 - 決定了家庭能不能起來 - 能不能起來 - 所以今天我要幫助大家 - 特別從智慧書裡面來看一下 - 到底需要什麼樣的智慧 - 來,這個真言第十八章二十二節 - 一起來讀,請 - 得著嫌妻的是得著好處 - 也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 - OK,這段經節裡面 - 在這個英文裡面特別談到了 - He who finds a wife - Finds what is good - 來公講是find - 什麼叫find,你要去找 - 所以你要怎麼樣來找到你的 - 所謂的配偶 - 你的老公,你的太太 - 男生追女生OK嗎? - OK,女生追男生OK嗎? - OK,這個年紀有點距離OK嗎? - 你管人家幹嘛? - 又不是跟你,OK - 你覺得不OK,你就不OK嗎? - OK,你覺得OK就OK - 不要管別人的這個事情 - 好,來 - He who finds - 所以,第一個原則 - 你需要來找 - 有找過東西嗎? - 當你要拿那個 - 你的包包裡面 - 你要拿一支筆來 - 你不是隨便拿一個東西 - 就當作筆了 - 你會摸摸摸摸摸摸摸 - 欸欸欸欸 - 不是 - 你會找 - OK,這個就是為什麼 - 我們要談戀愛 - 為什麼要談戀愛 - 而不是說 - 看到一個就說 - 我們結婚吧 - 你需要找 - 來光講這 - Fine - 所以我鼓勵大家 - 特別在5K的 - 不要自以為 - 這麼屬靈的說 - 某一個不用 - 我只需要禱告 - 禁食三十天 - 順便塑身 - 然後就 - 我的幸福就來到了 - OK - 不是這樣子玩的 - 圣經人講說 - 你需要找 - 所以戀愛 - 需要談 - 找 - 找個 - 吸管 - 不是比 - 所以有一些戀情 - 你會在這個 - 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 牽起手來 - 但是可能也要放下 - 因為找到不適合的 - 不是因為他不好 - OK,分手 - 你在我這個 - 親愛公主裡面 - 有聽到了 - 只有一個原因 - 分手只有一個原因 - 就是我們不適合 - OK - 不要跟他們講這個 - OK - 我們不適合 - 就是這個原因 - 不是他好 - 不是他好 - 我比較爛 - 還是我比較好 - 他配不上我們家 - 沒有這些東西 - 我們不適合 - 所以相對的 - 當我們在 - 談戀愛的過程當中 - 就是要去 - 期待能夠找到 - 來關講的是期待 - 期待 - 你如果失去了那個期待 - 你在浪費時間 - 或者你只是在取暖 - 取暖 - 跟談戀愛是不一樣的 - OK - 大家都有女朋友了 - 我也去交個女朋友好了 - 大家都有男朋友 - 我年紀也不小了 - 我也趕快去交一個 - 這叫取暖 - 你只是想要找一個過程 - 然後不要覺得自己好 - 很孤單 - 如果你需要取暖的話 - 歡迎來到5K - OK - 我們的家庭很暖的 - OK - 你有好多人可以聊天的 - 單身一點都不奇怪 - OK嗎 - OK - 單身一點都不奇怪 - 不要下法這個世界 - 這個世界好像你十幾歲 - 沒有交女朋友 - 沒有交男朋友 - 好像你是怎麼樣子 - 嘿 - 因為我知道 - I'm precious, honored, beloved - 來告訴你 - 我是尊貴有價值被愛的 - 是尊貴有價值被愛的 - 所以你不需要人家交了你就交 - 你有你的跑道 - OK - 你有最適合你的 - 你有最適合你的 - 你有最適合你的 - 聽清楚我不是說有最棒的 - 沒有誰是最棒的 - 你絕對能夠找到最適合你的 - 所以當你還要在找之前 - 就是當你單身的時候 - 你就好好需要了解今天的信息 - OK - 你要找哪一種 - 你不要找哪一種 - 這叫做智慧 - 來 我們再看一個經節 - 我們再接下來往下談 - 正言十九章十四節 - 來 一起來讀 - 請 - 房屋錢財是祖宗所遺留的 - 唯有賢惠的妻是耶和華所賜的 - 也就是你的祖宗能夠留給你房子 - 留給你錢 - 但是你的祖宗沒辦法留給你妻子 - OK - 而上帝也可以給你房子 - 給你錢 - 而上帝耶和華你的天父 - 祂會為你留好的太太 - 也就是天父為你的婚姻計劃是幸福的 - 明白嗎 - 賢妻不是賢惠的妻子 - 就是好的對象 - 來告訴自己說 - 天父對我的婚姻是美好的計劃 - 天父對我的婚姻是幸福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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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先要相信这个决定 天父我相信你对我的婚姻计划是幸福的 所以我需要从你那里得着智慧 好做决定 好让我知道如何来处在现在 可能是单身 或者是我需不需要放开 让我知道因为我需要知道 当你懂得敬畏神 那上帝就会来引导你 祂对你的婚姻 所以你会渐渐地走到 天父对你那美好的计划 我真只是鼓励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结婚跟你旁边的人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一点都不需要 因为你的朋友 你的飞蛾们 你的这个同伴们都交了男朋友 然后你就想说 是不是你也需要交 他家在吃牛排不代表你要吃牛排 他家在吵架 你也不用跟着吵 那是完全两个事情 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天父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对你婚姻有美好的计划 所以你要寻求他的一个过程 不是问说天父啊 他叫什么名字 是天父 请你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如何来分辨 在我们中间 这个单身的 还没结婚的 还没结婚的 来说 阿爸 请你赐给我智慧 让我知道如何分辨 好像有些结婚的人在跟我聊 跟我祷告这个 你要悔改 好 来来来 我们先来聊一下 为什么要交往 为什么要交往 就是期待能够找到 适合和我一起进入婚姻的对象 期待能够找到 和我一起进入婚姻的对象 来 我们要用几个经节 所罗门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了解 那早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恋爱要跟谁谈 恋爱不要跟谁谈 我们透过这两个大方向 能够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不要跟哪几种人来谈恋爱呢 这个真言书21章第9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请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不在宽阔的房屋 与争吵的妇人同住 这个你知道所罗门写的 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 有住过房顶吗 通常不会有人去住房顶 它要不然就很热 要不然就很冷 而且还住在那个脚脚 很危险 在那里你真的没办法睡着 你可以在屋脚那里 屋顶的脚那里睡着吗 所罗门形容 你如果找错了对象 你宁可这样子的生活 不要跟 不要跟这个 争吵的妇人同住 当然也就是说 你如果选的对象 是一个喜欢争吵的妇人 所罗门说 你去睡那里好了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了 因为你每一天不得安宁 你睡都没办法睡好 你的人生一定毁了 OK 不要跟争吵死气的妇人同在 那这是箴言21章 而同样的 exactly the same 这个在24章 又有同样的一个经节 在箴言里面 这两句话是重复的 你知道 你知道所罗门的用心吗 OK 所以我第一个拿出这个 让大家了解 来跟你们旁边讲说 不要跟这种争吵的妇人在一起 当然对于女生来讲也是一样 不要跟一个喜欢生气 这样子 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2章第24节 来请 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喜欢生气的人不要跟他结交 所以不要交往那些喜欢生气的 好生气的 动不动就生气的 OK 不要跟这种人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谈 不要跟哪一种人交往 你说某文哥 我相信我会改变他的 真爱 conquers all 加油 OK 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 OK 暴怒的人 violent 暴力的人 不要跟他在一起 来再来看一下 箴言23章 20到21来 好饮酒的 好吃肉的 不要与他们来往 因为好酒贪食的 必至贫穷 好睡觉的 必穿破烂衣服 OK 这里特别谈到了这个 好酒贪食的 也就是追求享乐的 在当时的文化 酒是一种放松享乐的 一种 一种 那个记号 OK 那好酒贪食的 贪食 OK 也就是说 好享受的人 不是说吃得好的 就不要跟他在一起 是他现在的收入 没办法付 这样子的 他一直为了享受 他这么来刷卡 也就是卡刷爆的 不可以与他交往 有比较了解吗 这个时代的 OK 为了享受 为了我现在就要这些 管我收入 有多少 我就是刷 我喜欢 我就刷 这种人不要跟他交往 要不然 你要跟他一起 付这个咖啡 来 这个后睡觉的 必须穿破烂衣服 我们跟下面这个 真言二十章一起来读 懒惰人 因东寒 不肯耕种 到收割的时候 他必讨饭 而无所得 不要跟懒惰人 交往 来跟我讲 不要跟懒惰人 交往 那这里懒惰人 在形容的是什么呢 他会因为冬天 很冷 我不要出去 也就是一大堆借口的 OK 一大堆借口的 其实就是因为 他不想做 而他该做的事情 他不做 然后一大堆借口的 不要跟这种人交往 因为到收割的时候 他不止没有收成 他还要讨饭 很想要跟一个 讨饭的生活吗 你不会期待 你不会期待 往哪里走的 OK 所以 不要跟懒惰人 交往 来跟我讲 是不要 跟你妈妈讲 不要跟懒惰人交往 也就是一大堆借口的 OK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你当一个职员 你当一个职员 你需要在小市上中心 OK 那是你该做的 Do it 就是这样子 多么不合理 就是去做 OK 因为你在这个公司上班 那你就是去做 该做的事情 没有一大堆借口 很冷 那接下来就会更麻烦了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值得交往的 来来来 我们先刚刚把这些 不要跟这种人交往的 其实我刚刚一边越讲 我就发现越来越冷 其实有些人 看了有些表情 越来越僵硬 不太感动 OK 刚刚 刚刚讲到说 那个懒惰人 你开始拍旁边的 你要悔改好不好 OK 上帝没有给你这个 论断人的权柄 来来来 来跟我讲 在耶稣总是有路可以走的 如果刚刚我们在讲 这些状况 你发现 我全中 OK 你还不适合 你还不适合交往 所以你要怎么样知道 你现在 适不适合交往 这 就是其中一个 你可以了解的 如果你发现 你一大堆借口 你爱生气 暴怒 很暴力 然后这些 安静下来 而这就是 在交往之前 你要做的事情 OK 不是 当你刚刚在讲说 你有这些状况的话 你如果发现 你有这些状况 不是想说 那我完了 OK 没有人要跟我交往 上帝觉得 我不是个适合交往的对象 所以 Now 你不适合进到交往当中 更不用谈婚姻 OK 你现在 就是需要 你需要重生 在今年是你的一年 没有吗 OK 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你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 你需要被圣灵充满 而且圣灵能够改变你的 圣灵有办法 而且今年 是一个对的时期 OK 是你重生的一年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在今年 你会看到 我要邀请你相信这件事情 你要相信上帝的应许 你不知道 你可能前几年 一直是那一回事 今年开始不一样了 那四十年在旷野 走走走走走 今年就是不一样了 第四十年 就开始进到迦南地了 因为时候到了 上帝有在算他的时候 上帝不用跟你报告 这些东西 而你幸运的是 你透过在5K 你知道 今年上帝对这里的计划 所以我鼓励你 谦卑下来 我鼓励你谦卑下来 相信 今年 我的生命要不再一样 来告诉你 今年 我的生命要不再一样 是我重生的一年 是我重生的一年 Amen OK 所以你如果发现 来 你如果发现 你是这一种状况 你不适合交往 也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 如果你正在交往的话 你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要踩一下刹车 OK 某个我可以一边走一边改变 这是智慧的话 你可以选择相信 你也可以选择用你的头去撞 然后撞到最后欲望 然后OK 在5K我真的不希望 你知道一个婚姻出了问题 那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的上半 你的上半生 前辈子 20岁30岁之前 是你的地上的父母亲来影响你 而你后面 我们讲80年好了 后面更长的时间 是你的配偶直接影响你 而且你的配偶还会影响你 跟你前面的家庭 所以选择配偶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OK 宁可先没有 宁缺勿滥 不要为了取暖而交往 要取暖到哪里 OK 而选择交往的对象 因为你看中婚姻 我的建议是 你可以安静下来 甚至踩一下刹车 当你发现你有这种状况的话 也就是不管怎么样 你的交往你都不能太快 甚至快到发生性关系 很多不对的婚姻 你也知道不对的婚姻 而当你发生了性关系之后 You can't stop 你停都停不下来 等一下我们再稍微聊一点东西 OK 所以我鼓励你 这是 我今天这个信息 我没有根据谁 要来讲什么东西 OK 所以我是期待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走在 都能够去经历 天父对我们婚姻的计划是美好的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真实的相信 天父有办法 而你需要谦卑 而在我们中间 有一些人你已经结婚了 你说猛王哥 我刚刚也讲到有三点 有耶稣还是有路可以走 OK 有耶稣还是有路可以走 跟我讲是有耶稣真好 有耶稣真好 来 你如果你 你现在结婚的婚姻的对象 他有这些状况的话 你需要呼求天父的怜悯 就是这样 你说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怎么办的问题 这是天父的介入的问题 因为智慧就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一种 你会知道你根本不想回家睡觉的 跟争吵的妇人同住的那种 OK 关系都已经搞成这样子了 说蒙哥 对对对那就是我太太 OK 我没有方法给你 只有去呼求天父吧 说天父 请你介入我的家庭 我没辙了 我做了没有智慧的决定 对 都怪蒙哥当时没有好好教 OK 跟天父承认你做错了 然后天父 我需要你 这个是你随时 你总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面前的 Amen吗 OK好 来我们再继续往下 那你 可以跟哪一些人交往 哪一些人是值得交往的对象 我们拿两个东西来看 正言书22章29节 一起读 请 你看见 伴是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见人面前 你希望你的这个配偶 他是能够很卓越的吗 你希望他这个收入也是很好的吗 OK 那你要选怎么样的人 办事殷勤的人 在小事上忠心 OK 办事殷勤不是只是工作都会结束 他会想很多 他不是那种想太多的 你再为我意思 OK 他会为着很多事情 他会筹划着接下来 他会想到周遭的事情 不是想说我下班 我下班就下班了 办事殷勤 来跟我讲是办事殷勤 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 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必不站在下见人面前 也就是他不是去服侍那些下见人的 他是在君王旁边来服侍他的 他接下来的工作 他在社会上面的位置 是在这样子的 OK 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所以办事殷勤 我记得我在中间 我们也告诉大家说 你要找男朋友 我是跟你认真的 你要找男朋友 你看一下我们在礼拜六 两个礼拜一次那些man power 在这里扫地拖地的那些人 OK 来来来 你扫地拖地 在这里扫地拖地的 OK 站起来一下好不好 OK 这是 我给你做球 赶快站起来 OK 站起来一下 站起来 跟他们讲说 Good job OK 请坐 OK 他们在这里 每两个礼拜 在这里扫地 真的是很认真的 我真的要说OK 他们还拿那个绳子 还在那对那个线 每一个椅子翻起来 来扫地 拖那个吸尘器 很认真的在做这些东西 那是我们的这个David 来领队 OK 我们的David领队 这么来做的 非常卓越 非常的美好 你看见 办事殷勤的人吗 当这些人 在这里坐的时候 而在旁边翘着脚的那些人 虽然他帅帅的 不要被他的美貌可受骗了 因为我脚痛 你每个礼拜都脚痛 那叫做懒惰人 有了解吗 那是懒惰人 OK 在该他丰收的时候 他收不到东西 因为他一大堆的借口 你总是要为着别人来着想 有没有吗 办事殷勤的 在别人的世上忠心 OK 不是只在自己上面 你要找这样子的人 所以在你交往 在你决定要跟谁交往之前 前面你需要find 来过来讲是find 当你在find 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的就是这一个点 他做事情怎么样 OK 他做事情也没有认真 因为他如果不认真的话 你以后会跟一个不认真的人 在一起一辈子 也就是说 他不认真的部分 谁要来扛 你要来扛 而那不会是你期待的幸福 不管男生 不管女生 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鼓励大家 我们在5K的 OK 每一个人在小事上中心 在别人的事上中心 来观察一下 在小事上中心 在别人的事上中心 当你这么来做 你正在相信 天父对你的计划 对你婚姻的计划 也是美好的 有没有吗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说明了 你在等候什么事情发生 办事殷勤 不止你的事业会起来 OK 你的家庭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对象 你要来思考 当你看到一些 默默地在做事情的人 这些人 OK 你就是多多观察一下 不要只是那些 出一张嘴巴的 有一些人 然后撩眉 OK 现在这个时代在流行 什么撩眉化那个东西 Come on 你跟这种交往结婚了之后 你听到的声音都恶心 是啊 是啊 有长点智慧 OK 来这个 箴言书22章第四节 来 这也是你值得思考 或者值得追求的一个对象 特质是什么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因为这样子人会怎么样 他会有 富有 你希望你的配偶很富有吗 不要看他家有没有钱 OK 钱会花光的 赌博 一个晚上就可以结束 你知道吗 OK 而这个人 这样子一个对象 他是敬畏耶和华 而且他心存谦卑 等一下我们来谈 那他的人生会是 富有 尊荣 honored 在社会上面的地位 honored 居上不居下 来跟我讲 居上不居下 而且有生命 我一想是 他会有好的生命态度 他不会是那种争吵的富人 不会是那样子暴力的 所以前提 你要找那些 敬畏耶和华 来跟我讲 是敬畏耶和华 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不是害怕上帝 是怕伤了这份关系 来跟我讲 是怕伤了这份关系 怕失去这份关系 这叫做敬畏耶和华 你不用怕上帝 任何一个健康 还算健康的父亲母亲 都不会希望孩子怕他的 所以这里 在旧约看到很多的地方 谈到了敬畏耶和华 他在谈的不是怕上帝 而是害怕伤害了 彼此的那份关系 所以会心存谦卑 来跟我讲是谦卑 谦卑的一个人的特色就是 还有这带耳朵 还会听 还愿意听 所以你发现 你要看看怎么样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不是 是不是适合交往 甚至进入到婚姻的对象 你看他有没有在带耳朵 OK 还是只是一直在表现自己 希望人们看见他 不要跟这样的人交往 一直希望别人看见他 因为他希望好多人看见他 你就算跟他在一起 他还是希望好多人看见他 你会没有老公的 你会没有太太的 虽然有婚姻 但是 OK 来跟我讲是心存谦卑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 上帝赐恩给谦卑的人 对不对 上帝阻挡骄傲的人 我们每个礼拜在讲说 上帝 他说我是谁 我就谁 他说我拥有 我就拥有 他说我可以 我就可以 这就是谦卑 谦卑就是 你把上帝当做上帝 你把上帝 耶稣圣灵 摆在该摆的位置 你敬畏他们 OK 他们就是在上面 他们不是随便的 对 耶稣可以成为你的朋友 但是你不能扒他的头 OK 不是那样子玩的 耶稣 上帝 耶稣圣灵 OK 当你敬畏他 心存谦卑 那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会进到 富有尊荣 有生命 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相对的 你也会想要找这样的人 不是吗 你是富有尊荣 又有生命的 你不会想要找 争吵的富人在一起的 你不会找一个 懒惰人在一起的 不是吗 Amen 所以我鼓励 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天父对我们的计划 都是美好的 而且婚姻能够让两个 让彼此能够更加成 越来越美好 它不是一加一 它是一个未知 而根据你的智慧 根据你的智慧 会决定你的家庭 是怎么样子来成长的 或者是怎么样毁下去的 OK 所以你期待能够找到这样 在我们中间 你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 OK 已经进入婚姻的 放音祷告 OK 好了 你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 OK 你期待能够有好的对象吗 那就自己先成为这样的对象 因为怎么样的人 会吸引怎么样的人 你是公主 就会吸引 王子 OK 你是一坨粪 就会吸引 苍蝇那些东西 天父对你的计划 婚姻计划是美好的 来再一次告诉自己 天父对婚姻计划是美好的 天父对婚姻计划是美好的 来 还有一些怎么样子 是不适合交往的 其实刚刚这样聊一下 你就大概了解 我自己适合交往吗 OK 还不适合交往 就是 方言祷告 让自己 OK 跟随耶稣 这些 那OK 我们再稍微提一下 这个敬畏耶和华 敬畏耶和华 把上帝耶稣圣灵 摆在该摆的位置 所以探访带小组 是你一定要的 透过探访带小组 这个family time 你学习爱 因为你如果 没有透过探访带小组 建立这个family 聊一聊彼此 当一个飞长 去聊一下 去聆听的话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谦卑的人 谦卑就是听 而且不是 一听马上就干嘛 等到你要有那样子的智慧 需要一段 很长一段的时间 先从聆听开始 你说我不想 我想直接交女朋友 我想直接交男朋友 你会发现 你三年才学一点点东西 然后学完了又分手了 分手又更痛了 整个就受伤 而你在带小组的过程当中 你正在学习聆听 那个效率是 你个人的学习谦卑 聆听的效率是 大很多的 有了解吗 OK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去探访带小组 这些过程 其实是训练我们人生 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我比较常跟他讲说 这些透过你的聆听 就是陌生拜访 那个这样子能够帮助你在于 商业上面 当你成为一个sales 当你成为老板 你会看到 你比较容易看到 顾客的需要 你的员工的需要 除此之外 跟你的家庭婚姻 也是很有关系的 明白吗 OK 所以 而且你交往下去 你也会更了解 这个世界不是两个人而已的 结婚了之后 你会更了解这个真理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两个人的 要生养众多的 OK 所以你的生命是可以很宽宽的 什么样的状况 还不适合交往呢 第一个我鼓励大家 你还不到18岁的 我真是发自内心的 鼓励你 先不要交往吧 还不到18岁的 来举个手 好不好 不要不承认 OK 走放下 来 萌萌哥发自内心的 我对你好 我要告诉你 你还不适合交往 不管你多帅 还是你现在找到一个 多漂亮的女孩子 你还不适合交往 Why 因为你什么时候要结婚 你交往下去 你交往下去 25岁结婚 25岁结婚都算早的 你也要有些这个生活上面 那个财务也要累积到不少 至少有个底 这样结婚也会比较OK 因为也透过这个 在职场的过程当中 你会更了解一个人 是不是办事殷勤 你交往个7年 你钱都花完了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OK 你知道交往会 交往是花钱的 你自己单身的男生 你自己花钱 就一天一百 一天一两百块 就吃得很好了 交往之后不一样了 OK 还是因为我的经验特别 我是觉得应该都是 当你交往了之后 在思考的出门 都是几百块来思考的 OK 当你结了婚 都是千来思考的 很好玩 结婚之后思考不是百 都是用千来思考的 OK 所以趁你一个人的时候 我真的不建议 18岁以前交往 我没有瞧不起你 是因为我 我珍惜你 我相信你的人生会很好的 婚姻会很好的 所以18岁之前 因为你交往了 一定会花时间 你如果不花时间 你干嘛交往 而你还需要很多的时间 来帮助自己 越来越成为一个 敬为耶和华 心存谦卑的人 你需要开始 你需要认真的去 在别人的世上忠心 办事殷勤 不是吗 你要这样子来预备自己 而不是赶快进入到婚姻 你说文文哥这样子 我怕后来就没有 就没有交往对象了 哈喽 来5K 总是有机会的 一般在外面职场 OK 人生通常朋友越来越少 小朋友一群十几个一起跑 那个国中开始八个 OK 高中的三个 大学两个 然后进到职场 一个 朋友数好像越来越小 但是你来5K 越来越多 OK 所以你一点都不要担心 没有好的了 OK 没有人 一定有人的 好的也有 那我也要鼓励在我们中间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可能会想说 哎呀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男生 直少量差 这个量少直差 我想这个东西 比较不会出现在5K 如果你是在这样子讲的话 你真的要悔改 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直找不到的 OK 你需要祝福家人 有没有吗 我们5K男生女生都很棒的 有没有吗 来说 来跟你朋友们讲说 你超棒的 因为我们正在这么来帮助大家 一起来成长起来 我们一起来学习敬为业务 心存谦卑 所以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学习彼此相爱 而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看到 这些越来越起来了 今天我跟我们的这个电吉他手 不是阿蕊 那个 要特别讲一下 不是男婆玩 这样子 OK 我们跟 政府 我真好跟他聊一聊 他有说 我说 现在这个在做什么 这个生活 这个收入 这些 然后就说 哇 来到5K真的不一样 来到5K 他的收入就一直在涨 一直在涨 以前没有经历过的 以前就是可能工作大概2万左右的 现在底是4万起跳的 如果4到7这样 单身 电吉他手很不错 OK 单身 好 这样OK OK OK 好了 我们阿蕊也是单身 OK 阿蕊也单身 单身 我怕他等一下乱谈 OK 所以 第一个 年纪 OK 不要太早 谈恋爱 那你还有很多的时间 把自己拉起来的 OK 这是好的事情 那第二个就是 如果你的价值感低落的 价值感低落 其实刚刚你看到的那些 懒惰人 会一大堆借口的 或者是暴怒的 生气的 好生气的 好吵闹 增进 比较的 所有的 刚刚提到这些 不适合交往的对象 都有一个共同原因 就是价值感低落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需要三种 绝对的感觉 来跟我讲是 价值感 安全感 成就感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按照 上帝耶稣圣灵的形象 所创造的 所以按照他们 上帝耶稣圣灵 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所以当他们 在创造我们的时候 他们的计划 是要跟我们有关系 来问哪个关系 所以当上帝耶稣圣灵 在跟我们 在按照他们的形象 和样式 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把他们的特质 也摆在我们的里面 而他想 上帝耶稣圣灵 要跟我们有互动 而自从 当我们人犯罪了 就开始 这个关系 就越来越疏远了 我要讲的是 第一个 人绝对有 这三方面的需要 因为我们是按照 上帝耶稣圣灵 创造的 这也是一个证明 我们不是猴子变的 我们是按照 上帝耶稣圣灵的 形象创造的 我们的安全感 我们的价值感 来问讲价值感 我也曾经讲过了 这个忧郁症 忧郁症的原因是因为 长期缺乏 价值感的心灵反扑 价值感的来源 是从上帝天赋而来 是上帝创造我们 要用他自己 来满足我们的价值感 来问讲价值感 安全感 什么叫安全感 安全感是你 跟人互动当中的感受 一起来谈 这个成就感 来问讲成就感 成就感是你 跟事情互动 所让你产生的感受 价值感 安全感 成就感 是三种感觉 感觉就像风 它要移动的时候 才有感觉 所以你跟人互动的过程当中 你跟这一群人互动当中 你可以感受到 你在这里有没有安全感 OK 你做这个事情 做完之后 你有没有成就感 是针对事情 针对事情 就是什么感 成就感 针对人 跟人的互动 是什么感 这个世界 一直告诉你 你要做事情 你要跟人 得着人们 给你的赞 这些东西 因为这个世界 一直不告诉你 你是上帝的孩子 所以长期缺乏价值感 价值感 唯有从上帝那里 才是最完整的 一个供应 你生命的源头 而当你缺乏了价值感 就算很多朋友 你还是会 结束之后 party完了 回去之后 你还是觉得很空 那不是因为 没有朋友的问题 那是因为你没有 没有用这个东西 来麻痹你自己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 不只需要朋友 你赚了很多钱 你很有名声 很多的掌声 成就感 结束之后你回去 如果你还是觉得空空的 那个东西 就是说明了 你的价值感 出问题了 而长期缺乏 价值感的心灵反扑 你没有价值感 你就不知道你是谁 你会不知道你是谁 当你不知道你是谁 你的人生当然绝对是迷路的 通常在这时候 就去冲事业 冲表现 或者去抓更多的朋友 而到某一个临界点 每一个人的临界点 能够承受的那个压力范围 是不一样的 而到了那一个点 跨过去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忧郁症爆发 或者叫做躁郁症 各种的精神疾病 因为每一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那条线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就产生了 现在我们各种的心 这种精神的疾病 所以呈现出来会是暴怒 比较 为什么他跟你 为什么不跟我 为什么他对你好 为什么不对我好 这种比较 为什么这几乎给他 为什么不给我 比较 争吵 争进 最核心的原因是因为 价值感出问题了 所以这么来讲吧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 能够预备好 成为一个很棒的老公 太太 最核心的 这个世界一直没有给你的 就是你是上帝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 当耶稣2000年前 来到这个世界上面 耶稣做的跟所有前面的 先知 祭司 君王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是 耶稣说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够到 父那里去 君王祭司 都可以把人们 带到神那里去 但他不是你的爸爸 而耶稣 借着耶稣 我们能够称 耶稣的爸爸为 爸爸 所以有耶稣 就有机会 Amen吗 你需要好好的 坦然无惧的 来到父面前 OK 来到父面前 你的安全 你的价值感 就会越来越出来了 你开始能够 感觉 来跟我讲是感觉 方法 我在这里也稍微谈一下好了 方法 你要怎么样子 能够有价值感 跟天父聊天 你要如何感受到父亲 我们讲过要礼物 对不对 但是只有要礼物 是不够的 你需要跟爸爸 聊一聊 你才会有感觉 你才会有持续的感觉 你只是透过礼物 那个东西来感觉的话 你需要跟天父聊天 Amen吗 因为你结了婚之后 你跟你的太太 你跟你的老公 你不是每天都在送礼物 送来送去的 那是会有聊天的 而你在这个家庭里面 你只有一位父 就是天父 这是耶稣讲的 你只有一位父 当你把上帝 当作你的父亲的时候 当你被他拥抱了 你会很自然去拥抱 你的太太 很自然会去拥抱 你的孩子 而你如果 没有这一个的话 你会不知道 怎么样对待你的太太 或者孩子 因为你地上的爸爸妈妈 不见得有给你这个东西 到这儿有了解吗 你需要把上帝 当作你的爸爸 你需要接受他的拥抱 你需要接受 他给你各样的礼物 而你也需要跟他对话 大儿子 我们看到个大儿子小儿子 大儿子 就是不把自己 最内心的东西 来告诉父亲 所以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背过你命令 那你也从来没有给我一个三羊膏 叫我跟朋友一起快乐 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才把他闷了好久 多年来的心里的话 蹦出来了 所以你需要跟天父讲话 你了解吗 你需要跟天父讲话 特别你是这种 长期在宗教里面的 可以信耶稣信很久 但是没有感觉的 来跟我讲是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你的价值感的 透过你跟父亲对话 不代表你的话都是正确的 但是你开始对话 就会有感觉 就会有互动 那关系就可以渐渐的好起来 Amen吗 而这个 我们要给这个世界的message 不就是耶稣要给这个世界的message吗 我们要带给这个世界的信息 我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带出来最特别的一件事情是 借着耶稣我们有家可以回了 我们可以叫上帝为爸爸 所以我们可以给这个世界最棒的一件事情 最棒的一个message 就是你是上帝的孩子 天父爱你 You are precious honored beloved 你是有家可以回的 Amen 当我们在这样子来呈现的时候 我们正在与耶稣 同工 那我们绝对是在建立神的国 透过你的各种的事业 来传递这个 透过你自己本身 你在生活当中 去传递这个 我们就在跟随耶稣了 彼此相爱 跟随耶稣 来跟我们讲这family OK 所以你 价值感 这个点 不是外面任何东西来决定的 人没办法决定你的价值 人可以决定你的安全感 所以你会觉得你适合到哪里 或者你到那里都会觉得很尴尬 很不详 OK 那是安全感的东西 成就感 是做这个东西 做那个东西的 而你需要 你需要的成就感 是圣灵要来满足的 因为圣灵会 圣灵来充满你 会有智慧 聪明 魔力 能力 知识 对不对 敬为耶和华 而你的安全感 来 我讲安全感 安全感是耶稣 是耶稣要来满足的 上帝 按照他们的 上帝耶稣圣灵 按照他们的形象和样式 创造我们 所以我们绝对有三个 人绝对有这三个 要跟上帝耶稣来对接的 跟他们的互动当中 你就会建立起这些 所以你就会发自内心的了解 他们 对你们 他使你的得着生命 而觉得更丰盛 他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上帝耶稣圣灵 所以你需要价值感的时候 要去找谁 不是男朋友 OK 你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那是你需要天赋 而不是需要男朋友 你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 不是再去多赚一点钱 开好一点的车子 让自己有价值感 你方向跑错了 越追越追 然后越来越没有力 很努力 然后越来越挫折 然后有一天就变 忧郁症 躁郁症 这些东西起来了 你的价值感 是天父要给你的 Amen 所以这是你的原点 这是没有耶稣 没有耶稣的时候 没有人类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原点 自从有耶稣 敬为耶和华 敬为神 你要好好看重 耶稣为你舍命 所给你的这个点 来告诉自己 我是天父所爱的孩子 当你开始去探访带小组 你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 所以你就会知道 更知道如何跟人的互动 知道如何来拒绝 知道如何来邀请 你会对于跟人的互动 越来越有智慧 是因为你跟耶稣 一起来同行 有了解吗 而当你被圣灵来充满 你就越来越知道 怎么样进入了各行各业 你会知道那些 你会很快速的来学习 你会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有能力 有了解吗 关于跟圣灵来过来讲是圣灵 特别在今年 特别在今年我们 一起要经历的 这个重生跟圣灵 有绝对的关系 我现在要读一个经节 在这个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来 你想要跟圣灵有好关系的话 你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你的身体 来问两只身体 所以你如果放纵你的情欲 所谓的婚前婚外性行为 这会影响你跟圣灵的关系的 你真的欢迎 你想要欢迎圣灵吗 圣灵住在你的身体里面 你们的身子 这里讲得很清楚 不是你的心灵 是你的身体 在圣灵有很多地方 谈到了 你如果淫乱这些东西 是会得罪你的身子 那这直接跟圣灵 跟你的互动会有关系的 你以为发生性行为 婚前性行为 婚外性行为 没有关系吗 关系非常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 在旧约的地方 那个约瑟 约瑟非常卓越 当波提法 他老板的太太 想要跟这个约瑟 发生关系 而那时候约瑟怎么来决定 你要了解 当时有钱人的太太 很有钱人的太太 那基本上反正就选 选素野 怎样怎样的 OK 姿色也是很好的 而这些要主动来投怀送抱 而约瑟干嘛 约瑟脱了衣服就跑出去了 来光讲要跑出去了 你知道为什么要跑吗 因为在那里 多等几秒 受不了 你们要逃避 隐行 在圣经里面 信约的是这么来讲 隐行 一切的罪都在身体之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你的身体 而你的身体是圣灵的电 你真的想要跟圣灵有好的关系吗 OK 你需要好好在你的信上面 来敬畏神 不是做给你的这个 男朋友女朋友看 你的老公还是太太看的 我特别今天要帮助大家了解的是 圣灵 约瑟是这么来敬畏 你知道约瑟他当时还没有律法 律法是摩西之后的 而约瑟说 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因为他是持续的敬畏神 所以上帝耶和华让他知道这样的事情 你如果说你要欢迎圣灵 然后你在信上面却是 No way No way 你想要等候圣灵吗 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 你可以成为宰相你知道吗 天父能够在 圣灵能够在一夜之间 把你从底拉到顶 而你能不能经历到圣灵来充满你 你能够经历怎么样子的程度 被圣灵的充满 跟你在信上面的这些东西 有绝对关系 OK 来 今天的信息没有要定罪任何的人 有耶稣就有路可以走 来跟我讲讲 有耶稣就有路可以走 我们每个人 常常都走到 不知道该怎么走 所以我会告诉你的事 你如果是这样子的 你长期在这些 这个当中的 第一个 你当然要停下来这个东西 你说某个我也想停 但停不下来 你需要跟圣灵说 圣灵 I'm sorry 你需要道歉 你需要认错 然后道歉说 我需要你来帮助我 跟天父说 我需要你 记得 当你信耶稣 特别你来到5K 不是 你的人生就不是要靠自己 Amen 你的软弱 你的罪 你的这些 你想要改 改不掉的 这就是为什么 你需要耶稣 邀请他来介入 这是一个超 超棒的祷告 来跟我讲是 阿爸 我需要你介入我的生命 我需要你介入我的生活 来更新我 我自己做不到 所以我需要你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你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 诗恩的宝座前 我要得连续 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你需要被连续 就是因为做错事情了 前提是 你需要承认这是错的 你如果 当我们在谈这些东西 你觉得说 大家都 OK 你也不用跟蒙恩哥 你也不用写信讲说 这个东西 我没有一定要说服你 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 圣经怎么讲 OK 我期待能帮助你 我期待我们一起 能够走在 代言各种美好当中 大家一起来 这个富有尊荣 得生命 Amen 这是你期待的人生吗 所以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当你在生活当中 你需要去探访带小组 你会更知道 如何有健康的安全感 健康的安全感 不是每一个人 要你干嘛 你就干嘛的 你知道怎么样子来 往前跟拒绝 OK 而在你的智慧上面 在你的能力成就感上面 你需要 好好的在 身体上面 来欢迎圣灵 因为当圣灵加天 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就必须得着能力 所以能力的重点 不是学 而是等候 而你在等谁 圣灵会降在你的身上 对不对 当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他会住在你里面 所以你如果欢迎圣灵 你真的渴望圣灵的话 对 让你在这个 信上面 来说圣灵 我需要你 圣灵 我等候你 我不想靠自己的方式 来满足我自己 而且人生 还有更好玩的 要玩的 Amen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已婚夫人 我们稍微 已婚的夫妻 来来 正言第五章第十八节 来一起读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取的妻 要喜悦你幼年所取的妻 幼年就是头脑还不清楚的时候 就是还没有听完这篇道就结婚了 OK 你跟谁在一起 就是在一起了 结婚了就不要讲说 天父啊 他是我的Mr.Right吗 还是Mr.Right 还是他在哪里 我失落的那一脚在哪里 在你旁边 对就是这样子 OK 结婚了就是他了 你没有办法走 那很正常 你没有路可以走 那很正常 所以呼求天父的介入吧 爸爸我不知道 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个婚姻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尝试着改变他 没有办法 我试着改变我自己 我都没有办法 所以让我鼓励你 你如果是这种状况的 邀请天父来介入吧 因为他是你的爸爸 他是你的爸爸 Amen吗 天父我需要你来介入 然后 当你亲自经历到了 天父怎么样子来 用你想都想不到 你的能力 你的智慧安排 都安排不了的一些东西 来介入到你的婚姻 来翻转了之后 这就是你可以向这个世界 发光的机会了 你知道什么叫做 让上帝来做 让爸爸 让天父来做 Amen吗 Amen 我们很多 我们这个时代 很需要这样子一些见证 OK 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盼望 你就可以成为他们的盼望 我们每个人要代言的不太一样 但是 我们总有 每一个人都有几个 至少一个这种点 是你不管怎么做 都没办法翻转 当时的状况的 你需要 安静下来吧 你需要天父 你需要天父 你需要耶稣 你需要圣灵 让他们来介入 你生活当中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 OK 所以喜悦你幼年所取得妻吧 就这回事 OK 就算头脑当时没有想清楚了 有耶稣还是有路可以走 来观察 有耶稣就有路可以走 那最后我们要来谈一些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榜样 那怎么样子的 是所谓的好的一个对象 特别是这个女人 才德的妇人 我们看一下真言三十一章 第十到三十一节 我就请我家的才德妇人 好好读一下 来来来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寻找羊龙和麻 甘心用手做工 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未到黎明她就起来 把食物 家中的人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 她想得田地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她以能力束腰 使绑壁有力 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力 她的灯中叶不灭 手拿揽线杆 手把仿线车 她张手周济困苦人 伸手帮补穷罚人 她不应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 因为全家都穿着珠红衣服 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 为众人所认识 她做细麻布衣想出卖 又将腰带卖与商家 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 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 她开口就发智慧 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 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 才德的女子很多 唯独你超过一切 艳丽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服的 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 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 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 简单来讲 刚刚所读到的这些 这个女人财德的妇人 简单来讲就叫做企业家 你有发现吗 她不是专心带孩子 相夫交子 她有事业的 她看着这个值得经营 我就做 她就像是商船一样 张罗所有的东西 而且她不只在忙这些东西 她自己也会把自己打扮得好好的 穿紫色的衣服 所以圣经里面在谈的 所谓的女人 财德的妇人 身为亲爱的公主 天父的公主们 你的智慧 你的智慧决定了 你的家庭能够好还是不好 你的智慧 你的笑容可以决定 你现在交往的对象 她是青蛙还是王子 她会一直当个青蛙 还是透过你 跟你在一起的过程 变成一个王子 当然有些青蛙就是一直 就青蛙 因为她拒绝 当她拒绝相信 你身为这个有智慧的公主 你一定会有 我刚讲这个智慧的说 阿爸 你介入吧 阿爸你介入 那我比较鼓励 来 我比较鼓励 这种状况是 你已经结了婚之后的 换句话说 你如果还没有结婚的 你需要 你还可以find 你还可以去思想 你还可以去分辨来寻找 有了解吗 你决定了 接下来你的人生 大多数都是呼求怜悯 上帝天父的介入 而还没有的时候 你需要来思考 所以我们在我们中间这些 单身的 我也鼓励你 不要设定说 我今年就要交往 明年就要 不要这样设定 你要设定一个点 就是天父对我的婚姻计划 是幸福的 这绝对是正确的东西 而我今年一定要交往 这个东西 可能会让你乱了阵脚 OK 为了想要证明一些 什么东西的 放慢你的速度 当你是美好的 一定会有人看到你的美好的 当你认真的 当你相信天父 天父会把贤妻带给你 OK 贤妻是上帝耶尔华所赏识的 给你智慧 给你机会遇见 而但是如果这么棒的一个对象 你自己没有预备好 当他来看到你的时候 你还是一个懒惰人 他会跟你拜拜 Right OK 这个世界不是绕着我们在转的 我们人跟人是一个相对的 你期待有这样子一个对象 那自己先成为这样的对象 最后我鼓励大家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 有些人呼唤说 萌萌哥 我们交往的时候 可不可以两个 这个男女朋友 我们就出去外面过夜 放心 我们不会发生这个乐举的行为的 第一个我鼓励你学一下约瑟 好不好 约瑟当时就跑掉了 OK 你说萌萌哥 我过去我会跑掉 这什么东西 OK 好 来我鼓励你 在5K 不要情侣两个人出去过夜 对你们会很想 你们会很想 我跟陪生交往我也会想 OK 会很想有我们两个的世界 我们两个的我们两个的 嘿 不适合 对不适合 这是我可以给你的一个智慧 那你说我们都不能出去玩吗 我没有这么来讲 你们可以几个一起出去玩 几对情侣一起出去玩 就像今天 我有几个小组员 他们好像三对情侣 四对情侣一起跑去台中玩 男生男生睡 女生女生睡 OK呀 有了解我的意思 不要男生 这个一对情侣两个人 然后就出去外面住 你说我们不会做什么事情 谁知道 为什么不相信我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说 保护自己的羽毛吧 OK 保护自己的羽毛 来顺一下 OK 保护一下自己的羽毛 那还有一些人 在交往当中说 某某哥 我的父母亲 或者对方父母亲 我的父母亲不赞成 我跟这个对象 那我要怎么办 来我鼓励你 如果你的父母亲不赞成 你跟某一个对象交往的话 我鼓励你不要急着 为他讲话 好不好 因为你父母讲的 可能是真的 而只是你冲昏头了 也不要急着 你父母 你父母觉得不好 然后 如果你当然 你爸妈点醒了 你然后分手 那当然是可以做的事情 而如果你就说 其实不是啊 我鼓励你有一个智慧 就是慢下来 让时间来说明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时间 可能说明了 你父母看走眼了 也可能说明了 上帝在保守你 你父母真的是对的 从一开始 我跟彭仁生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父母亲 就很不谅解我 OK 对我 我也没有做什么措施 只是因为我是个传道人 他父母亲 对于传道人本身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谁 搞砸了这个东西 他父母亲 就对传道人 特别有陪真的妈妈 对传道人 对教会传道人 有一个 仇恨还是 OK 然后一知道 我是这样子 哇 我说那个时候 我吃过人生 最难吃的一餐饭 就是第一次 跟他爸爸妈妈吃饭 然后一坐 聊聊聊 回来 他们就把陪真支走 叫陪真去拿菜 去那种东西 然后他妈妈就说 你在做什么的 她说 我在读神学院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万 撤我呢 我一辈子到那时候 没有被撤过 OK 现场撤 你以后要做什么 我以后会去教会 做传道人当牧师 养得活我女儿吗 我会爱陪真的 对 那我建议你换个工作 我 我没有解释一大堆东西 然后 你知道那个是多么的 不留情面的这样子吗 不留情面的这样子吗 嗯 不怕我去他家 他家狗也不理我 但是随着时间 我当时也没有去 讲一大堆 我以后会怎么样子的 因为人家没有要听 而我被这样子来对待 因为我选择 我相信 她是值得的 所以 我就 好好的抓住 桌子 OK 我很怕当时 那个 和颜月色 我当时拿不出 讲出什么东西的 我就是 就是被念吧 就是被这样子 然后我相信 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然后 后来 我们最后结婚了 哇 他爸爸妈妈爱我爱的 现在狗 一看到我扑过来 时间 OK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 对方是一个很棒的 给点时间 陪真在当时 也没有介入 讲一大堆什么东西 而也需要时间 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不要急着去证明 不要急着去证明 我也要看看 这个女孩儿 到底是不是值得啊 可以跟她相处的过程当中 我也要看看值不值得 值得 那我再去面对这样子的 不被理解 不被喜欢的过程 而时间能够透过很多的事件 会帮助对方的家人 帮助你的家人认识对方 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跟你妈妈讲说 需要点时间 那最后讲一个 这个交往的时候的用钱观念 男生女生交往 那出去外面吃饭要谁付钱 OK 来 我鼓励 不要每次都go touch 那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在一起的感觉嘛 对不对 来 我比较建议大家 轮流请好不好 轮流请 被请客感觉好嘛 对不对 我跟女朋友出去玩 每次都是go touch 在那里 少五块 那好像也怪怪的 什么东西都 什么钱都是男生出 你女孩子 你就会发现 奇怪 为什么男朋友 都不想跟我约会 花钱啊 OK 所以你如果喜欢约会 你们真的喜欢 有好的这种互动的话 我的建议是 彼此请来请去嘛 OK 今天他请 明天 OK 下次我请 请来请去 对 那 OK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你男朋友是贪小便宜的吗 还是说 你的女朋友是 是小气的吗 透过这些过程当中 OK 让 如果你想有好的互动 因为关系 最主要就叫做彼此的 来 关键是互相的 还慢 OK 祝福大家 在婚姻上面 在这个 啊 情感当中 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 以前智慧怎么样 OK 今年感谢主 Reborn了 我们站立起来 Come on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